好 現在大家都在等 就在等晚上兩個重要的數據 一個是非農的就業人數 一個是失業率 那當然現在如果看美股的盤前期 或是比較有點壓力的 不過因為昨天晚上 三個小魔王戒出來是兩好一壞 所以今天有來賓 相對是稍微樂觀一些的 我們就來聽聽看 因為無論如何中秋節後 都有可能變盤向上 好 來歡迎今天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盈利投資的 中國鐘 鐘總 好 鐘總現在要教大家一些防身術 什麼樣的防身術呢 因為下個禮拜 可能還是一個整理格局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9月了 9月可以做什麼樣的功課 就是可以來預判一下 明年的殖利率了 今年的儲權希望季即將過去了 那明年的殖利率該怎麼算 等一下鐘大膽會幫您算出來 那現在資金都避風到哪裡呢 其實日子還是要過 所以今天會帶來很多 居家概念的好股票 提供給您做參考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緊急瘋火輪 艾倫 好 以右側動能來說 今天盤面上似乎是有一點百花其放 那艾倫的眼光看向誰呢 他發現有一個族群業績很好 動能也出現 以前可能是比較價值股 但是現在動能跑出來了 就是汽車零組件 要知道如果美國進入到降息循環 其實對車市是有幫助的 所以等一下艾倫來幫大家點點名 哪一些汽車零組件的概念股 業績好動能也強 當然順便幫大家見解一下 今天半導體設備展示落幕的 細光子有沒有機會在下個禮拜 重回街棒的行列呢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 股科大夫容一生Eason Eason今天晚上請大家注意一下 台股有沒有機會讓21000點 成為一個地板架 因為他的看法是昨天呢 這個小飛農結出來 市場沒有太驚嚇 所以也許今天晚上會帶來一些好消息 市場可能會用比較平靜的心 來度過這段時間 那至於剛提到半導體展落幕 欸 設備股今天有回溫喔 等一下Eason會來做一下獨家的見解 到底半導體設備跟特化 是不是有在起的一個風向 等一下來告訴大家囉 好 首先有請中大膽 不過中大膽你已經保守了 一回一陣子了 所以現在呢 下週我們可能要看一下 有機會V還是一個A 雖然A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英文 但是現在不希望出現 那至於中秋節以後 其實大家還是看的會比較樂觀一些 我想到時候我們再觀察一下 整個市場的經濟數據 好 坦白講就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經濟數據的不確定性 導致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 現在是如此 市場上就會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發現 包括你看 包括美國的上週的初領失業金的人數略減 但是呢 ADP 小飛龍的救援數字 降到三年的一個低點 換句話說 數字有好有壞 這表示說什麼 市場上的經濟的方向 比較沒那麼確定性 就是會有一個所謂的多觀察 所以導致昨天的這個指數的部分呈現一個漲跌的固件 但是呢 漲跌幅也並不是很大 倒是呢 臺灣的相關的一個公司的部分 今天包括像臺基電 ADR是上漲1.76 所以臺基電今天的在臺灣的部分 也剛好是漲幅都是一樣 那其他的全日股也都是算是漲幅 都還算是蠻好的 那有部分是反映到營收的部分 像廣達今天營收算不錯 待會我們再看一下 那包括還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先前跌升的一些個股 今天也出現比較強勢的上漲 那我對未來來講的話 看得比較保守之際來說 上次我提到過出口的YOY的部分 在上個月八月份的時候 大概七月份是三點一 按照財政部之前預估 應該有三百九十六億到四百零七億美元 會做六個Percent到九個Percent 會在這邊提出來 是因為下個禮拜會公佈到這個出口值 所以我們上次說 這個大反彈會有機會來到 反彈到兩萬兩千五 或兩萬兩千六 會踩煞車 他不會強勢反彈的上去 是因為這個幅度不夠強 那完了之後 下禮拜你看這個答案之後 接下來要看到下個月份去 就是在國慶日的時候 會公佈到九月份的這個出口YOY 因為你要看這個Pattern 那大家看現在目前的 這個之前是三九億 三百九十六億到四百零七億 那如果我們看 去年九月份是三百八十八億 如果我抓三九六到四零七億美元 最高的來講的話 那到時候呢 這個九月份的這個YOY 大概最高也不到五個Percent 會比這個六Percent到九個Percent 來的低 換句話說 也就是說下個禮拜公佈的 大概應該會在這裡 然後再次九月份的可能會在這裡 我換句話說 這波大盤會拉回來 我覺得都已經在反映到出口值的部分 那出口值反映到另外一個 就是ISN ISN制造業指數 這邊是一直在融枯線以下 不到五十 換句話說 包括像今天的台灣股市 看全球亞洲的股市來講的話 包括大陸也不好 日本也不好 韓國也不好 所以我認為說現階段來講的話 這大盤大概就是會在這邊低檔 做一個盤整動作 那不要忘記八月份新臺幣做大升 所以我認為說 下個禮拜公佈的出口YOY 或是下個月的 再公佈的九個月份YOY 相對強度沒那麼強 你大概知道 這種方向之後 你就怎麼做 我們看臺股的操作 臺股操作 我上禮拜有記得提到過 上半週禮拜二 禮拜三 如果這大盤指數 他沒有趕快創新高 很抱歉 這個頭部其實會成一個中頭突 果然是後來出現一個下跌 包括NVIDIA也出一個下跌 那季線這條黃色線已經下彎了 臺灣的季線也出現下彎 季線下彎 通常代表是中期要進行一個 所謂進行一個修正 那講的如果不夠白話的話 大家看一看 季線代表季一季的交易成本 我畫這條線 季一季就從六月份到現在 除了大跌 你會賺到錢其他日子全買全都套 全買全都套 也就是說在這個市場上的操作 大戶或者是一個法人的角度來講 他等大跌才經常買 其他時間日子混在混混 買得差不多都套勞 換句話說 如果沒有大跌的話我想這個整個 一個季線的壓力是不容易馬上攻上去的 但是這波當中我發現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在測試當中 從二四四一六點的下跌過程當中 總共有出現五次的下跌的跳空缺口 各位知道下跌的跳空缺口 他代表是一個趨勢方向的改變 包括向上或向下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看一下總共有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這個一當然還沒過了 還沒補 但二三四都已經補了 五還沒補 你會發現二跟四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五天之內回補 哦好回補時間很快 後來照成三 後來就往下跌 四也是五天之內回補 那這個三的話 當然是後面花了十天時間 兩個跳空缺口花十天 那來看 那現在出現五 五呢到現在目前 這禮拜為止來講 目前是兩天 下禮拜如果五天 剛好是禮拜三 禮拜三剛好十一號 十二號是臺積電除息 也就是說 到臺積電除息之前 甚至臺積電那天除息 都要強力的把它填補完 否則這個跳空缺口 就是之前講 五天正常來講 給你做跌生反彈 如果這個大盤是經濟發展 還算是偶偶很強的話 應該馬上就恢復 像這樣子 但如果是說 沒有馬上恢復 表示什麼 後面應該還有一個 跳空缺口 如果我講這部分 我會提到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認為說近代 中秋的聯準會的看法 市場上共識會 應該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呢 今天的成交量 已經收到兩千七百億左右 上櫃說更快 上櫃我上禮拜來 還一千三 今天剩下九百多億 兩個加起來才三千六百多億 換句話說下個禮拜之後 馬上就要中秋 不能算年假 請個禮拜一 就可以修四天假 宣完假之後呢 臺子期做結算 宣完假之後 聯準會要提看法 宣完假之後呢 事務日結算 如果你是大戶 你乾脆就現在 就去中秋了 何必日檔 所以我認為說 聯準會的看法 或者是事務日結算 或臺子期做結算 我認為說這邊的指數 應該會在這邊做低檔 做一個 一段時間的整理 那短線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藍籌股 我覺得我先前講過 道中只是一個斜斜的 往上創新高 至少他們有像科技股 這部分我上次提到過 這個已經頭尖頂 而且是負荷式的頭 不容易馬上攻上去 有可能會回來 測這個連線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下禮拜這種頭戲 當然是臺積電 臺積電下禮拜 已經是要開獎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下禮拜的營收的部分 我上次來的時候 好像已經講到 臺積電營收 他的MOM在上個月來講的話 算是MOM這樣兩成多 YY有四成多 算是非常棒 出現的點是在這個位置點 也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那新階段來講的話 下個禮拜公佈八月份的營收 如果要跟七月份的營收一樣 那YY會降到三十六 YY往下降 對 幅度不強 那如果要維持 比這個四十五%來得高 那麼下個禮拜公佈 臺積電營收到兩千七百三十五億 在輕臺幣這段時間 又大幅的升值 我就覺得有點辛苦 那你要知道公佈的營收 在這裡 現在的這個位置也很接近 那德國廠動工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位置來講 坦白講 他大跌有價值盤 但是上工缺乏動能 因為大幅全都跑去休息 好 所以我想 但是還有一些公司大型圈子股 我覺得這段時間是可以去留意 包括我們看一下 聯發科 廣達 華碩 01 繁甲 這些都是有高股息 殖利率的 各位來看一下 他整個目前的上半年的一個 YY獲利 全部都兩位數 那這是今年他的鼓勵 如果算他要五趴的話 反推回去 其實五十五塊的聯發科的鼓勵 明年配六十塊 我覺得不難 因為他已經七成了 然後廣達 這部分 明年要這樣子 我覺得不難 尤其他今天公佈營收 Momentum MOM 十六趴 這個WireWire 四十三趴 算是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來講的話 這些公司 我覺得倒是未來 他大跌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 但是呢 現場動能不夠強 是因為沒有成交量 好 現在是量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算明年殖利率並不難 沒錯沒錯 所以我上次提到過 買廣達 不是買線型漂亮 你買那個線型非常破底 破底都是會將對比較 有機會獲利的部分 現在在年限附近算不錯 是 沒錯 所以我們講 我講 日子還是要過 尤其呢 大家知道現在已經到了 九月中了 九月中 大家知道第四季 都是居家的一個生活 旺季 所以我覺得來講 他有題材 電子股短時間做休息 不管降不降息 你還是要過日子 你還去買什麼家具東西 那忘記到 而且房市的買 氣旺 會知道前陣子的 這個預售 買了一大堆 買完之後呢 這個還是要做 還是要做裝潢 先帶套款比較重要 能進去住 還有一些 非常高齊 古時之利 包括像凱薩衛 喬春 楓岩 KY 逸峰 櫻花 這些等等 我想大家對比較熟 應該是櫻花跟逸峰 這些凱薩衛 這些 那這些來講 都水管的元件 還有室內設計的部分 然後發現上半年營收歪歪 很強 這個都很強 那上半年本益比 如果是算前年本益比 大約在十倍左右 十倍左右 好 那我想就講幾家公司 一個大公司 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是屬於比較中小型 小支組 可以留意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逸峰做窗簾 那首先來看一下 進入到夏天 所以他的營收 整個歪歪 很明顯都成長起來了 那重點是在於說 六月起 美國這個製造 這個銷售的所謂的窗簾 這個產品 他不能做有神的 是為了考慮到安全性 所以呢 這個部分 他們早就已經在做了 那發現這家公司呢 營運率 持續在往上走 然後呢 他的獲利 也持續在往上走 除了這一點 比較降低以外 今年我看他到目前為止 上半年已經比去年 大幅成長快三成 那第三季的季度 通常要是年度最高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 我大概算算 他第三季的部分 應該有機會 來整個超越到去年千年的獲利 目前本益比大概二十一倍 重點是在於這家公司 有一個潛規則 又來看他看潛規則 鼓勵永遠不低於前一年 這幾年 連續九年不低於前一年的作法 鼓勵 換句話說 大跌的時候 相對來講 你的成本就降低 你會發現 這還有疫情 還有疫情 我們看他的股價走勢 打了很多的底部完之後 最近有往上 所謂向上跳功缺口 改變一個格局 量有放大 最近量又縮 那大幅慢慢有增加 跑進來 我覺得來講話 現階段 他在這邊進行一個整理 更何況 你要發現 大凡這一波是往下 他是逐漸在往上 他不受影響 不急功 慢慢走 我覺得來講話 對於一個穩健型的人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這塊部分 這是屬於高價股的部分 那小吃主會說 那高價股買不動 那沒關係 除以十 四十多塊錢 大概四塊錢 那麼來講一下凱薩衛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我想很多的投資朋友 大概都不太清楚 他好處在哪裡 我先講一下 我發現這家公司 雖然他成交量是蠻低的 但是我發現他是 真的是小吃主存 存股 怎麼看 你會發現 最近的這個營收 已經有快兩位數了 各位知道去年的時候 差不多是才兩億多 現在都會兩億三 兩億四 大家會知道 通常在第四季的時候 你通常會買一些衛浴 這些的一個重新 舊換新 準備什麼 過新年 過農曆年 所以我想這塊 他已經在第三季的時候 已經開始已經有拉貨了 那我們要看一下 他整個獲利情況 上半年的獲利 大概已經賺兩塊多 去年同期賺一塊一 成長八十六個percent 那過往第四季是他的旺季 所以我認為說 以他今年的看 他的成績應該是要超越去年的三點二七 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你發現他有一個情況就是 這幾年當中 他的獲利都控制在三塊錢以上 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那很穩定呢 就反推來看 他的股力 他的股力發現差不多都兩兩塊錢左右 重點是你看他的這家公司的股價不會動 如果你不會動 我舉個例子 如果四萬塊錢 每年給你兩塊錢的鼓勵 那殖利率不就是五趴 穩定的 那如果就按照這幾年 從一八年到現在 我大概算一算 拿了十四塊半 那如果拿一支銀行定存 五毛錢 存了這個幾年之後 這邊一年是拿零點五 這邊一年是拿兩塊 這樣長期下來 就差很多 更何況我看這家公司 在一二年到現在 最低的現金股力也才一點二 遠比銀行定存的零點五 都還來得好 所以我看起來 他的聯軍殖利率是五趴左右 這倒是 我發現還蠻有趣的現象 股價不用大幅波動 但是每年一點的股力都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他的股價走勢 就逐漸往上走 那反正不管是降不降息 降多少碼 或是誰當選 你家的馬桶還是那些東西 還是要換新的 所以我覺得未來來講 整個預售屋 這個陸續都會交屋 對這些的所謂的衛浴設備來講 我想都是未來他可能是一個 需求的一個營運的商機的來源所在 凱撒衛他的成交量是比較低一點 可是如果是長期存股 其實不用那麼介意 成交量的問題 沒錯 沒錯 因為他的股價股息是非常穩定的 成交可能要買 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 好 這邊非常謝謝 中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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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